高以翔猝死离世 还没播出的剧成一作 女主发文令千万网友泪崩 高以翔在参加追我吧这档竞技类节目时 突然猝死离世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这部电视剧还没有播出 却成了她的一作 不禁让人感叹生命的无常 这部剧就是她与秦岚一起合作的新剧怪异过分美丽 秦岚在高以翔叙事的当天 也更新了一条微博 此前秦岚和高以翔曾一同拍摄怪异过分美丽 二人分别是男女主 看到秦岚的发文 大家也是非常的伤心 能够感受到秦岚是非常难过的 很多网友看完都纷纷泪崩 觉得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高以翔的离开 该剧官方微博也发长文悼念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惋惜与遗憾 更是对高以翔的为人处事给出了高度的认可 文中表示 高以翔首是认真敬业 从不诉说工作的辛苦 对所有的工作都很配合 对所有人都很温柔 更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